最近天气渐热 每到傍晚 公园里就不知不觉冒出很多玩遥控赛车的人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其中一位玩家 他的爱车是先进的新、能、圆、遥控拉力赛车 该车用内转子无刷电机驱动 高速行驶时电流很大又散热不良 玩家怕烧坏线圈 就买了风冷散热器贴在马达外壳上 结果风扇转起来竟有风向上倒灌 玩家认为这样散热不良 便用力柱将风扇架高 发现反风现象消失 认为散热能力会因此提高 但这种操作是否合理呢 向上反风又是什么原因呢 为此我们就买了个同款散热器来研究 如果单独测试小风扇 发现晒叶处的流速和压力都较大 而中间部分气压和流速明显较小 气流向下运动一段距离 整体压力和流速才区域一致 加上散热片后 由于底面距离过近 其片间风压很高 使中间区域压力骤增 推动空气向两端及流速较慢的 晒叶内圈逃逸 因此出现反风 此时风扇叶片只有外端工作 而内端失效 并且进出吸气面的气流剧烈冲撞 造成风扇压力损失显著增大 散热片的风量风压明显减小 散热能力很差 我们把风扇架高观察 发现由于反压减弱 已无力形成反风 于是散热内圈恢复进气 使风量提高 可是散热片更加远离 又造成风压降低 在这易得易失重 由于风扇架高 功况改善 空气流动损失减小 因此散热性能还是比之前有所提高 但这是通过牺牲散热片风压来提高风量 以至于冷却效果提升并不明显 并且风扇架的过高就会适得其反 那怎样才能获得理想的风冷效果呢 我们首先分析散热片 由于空气从上方计入 又从两侧出去 因此需要进出两端出现压差 来推动空气克服散热片的 严惩阻力和局部阻力 形成冷却气流 我们把这些阻力的总和称为系统阻力 由于入口端空气静压越大 风速就越大 而风速越大 阻力就越大 因此每个静压P 都对应一个空气体积流量Q 和一个系统阻力值 既然如此 我们就把这个散热片 在各个风速下的入口静压P 和空气体积流量Q 都给它测量一遍 然后在静压风量坐标系里 将这些PQ对应的焦点连线 就是该散热片的系统阻力曲线 其斜率反映了气流的受阻程度 斜率越大 气流受到的阻碍就越明显 有了散热片阻力曲线 我们在研究风扇 首先把风扇的吹风面全部挡住 此时风扇憋得支挖乱叫 风量为零 而挡板静压最大 然后挡板让出缺口开始排风 于是静压有所减小 再让出更大的缺口 使排气流进一步增强 挡板的静压就会更小 最后撤掉挡板 静压为零 而排气流达到最强 于是就划出了 风扇的静压流量曲线 但现在这两条曲线没什么用 因为不知道需要多大风量 才能冷却到预定温度 幸好根据热力学定律 无刷马达的发热量Q 除以空气的比热溶C 和空气密度肉 即气流进出口的射击温差 德尔塔T 就等于所需冷却气流的体积流量Q 这个Q值对应的阻力曲线的点 就是散热片的工作点 因此只需风扇的静压风量曲线 从上方覆盖这个工作点 就可使散热达标 但为了优化效果 你需要查看风扇说明书上画的PQ曲线 最好让工作点的风量 落在风扇风量的后三分之一曲线 而工作点的静压 则落在风扇静压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曲线 这样不仅散热达标 而且风扇工作起来负荷小 噪音低 可谓两全其美 况且根据发热量和目标温度 设计合格的散热器 本来就是商家应尽的义务 但那料到 有很多模型店老板侍风日下 人心不古 竟在朗朗乾坤中悍然售卖道观风的残字品 这样的事情着实令我等游动遥控车玩家 哑然失笑